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TC模玩秀,我是TC 之前一直有小伙伴跟我说想看我怎么去自递冰人或者说是自递一款12寸的人偶 特别是现在很多的朋友拿到一些钢铁虾或者是其他的一些HT的产品之后会多剩余一个真人头雕 不知道该怎么去用,那么TC的话也是正好最近在网上看到了MC家的副联衣托尼的那套短袖T恤是目前复刻了 所以TC在网上没有多想直接就拿下了还包括了这一款AT025的耐操素体 来去给大家进行一次托尼的这么一个字地 主要是想要去还原副联衣当中托尼的那样的一个短袖T恤的造型 刚刚拿出来的时候这件衣服上面是很多白色的毛屑的 包括很多黑色的衣服上面都容易沾染这样的毛屑 建议大家的话可以去宜家买一个这样的滚筒来给他去做一个除尘的工作 这件衣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黑色安西日的logo了 另外的话就是这件中间的长袖了 我们看到这一次它是在肩部做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加厚的处理 也是为了去垫高或者说是把整个素体的肩垫得比较丰满 这样的话穿起来的话会更加好看 裤子的话就是一般的工装裤 这边是做了一些褶皱处理还不错 鞋子的话就是潜行托尼的翻膜鞋 脚底有一点点涂装 这里面就是实心的 我们需要把脚拔掉 然后把球形关节装进去 下面就是今天的重头戏 就是这一款AT025的耐操素体 那下面我们就打开看一下里面的内容物了 打开包装之后 首先衣物眼帘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泡棉了 大家注意这个盒子包括这个泡棉都不要人条 后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处 是TC自递病人的一个重要的材料 具体有什么用处的话我们后面再讲 拿开盖子之后我们就能看到里面躺着的素体了 最显眼的就是这个红色的胶带了 这边TC跟大家说句抱歉 因为耐操男素体在下体方面是有生理细节的 所以为了过神 我也是没有办法跟大家去展示 只能去人工打个马赛克了 后面的话这个红色胶带也一直都会在的 希望大家能了解 这一包主要是一些头部不同长度的这样的一个连接器 还有几个手型 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把盒子扔掉 来看一下这款素体的具体表现 整体的上手感觉非常的有分量 这个连接是它的脖子 主要是用来连接无脖头雕和素体的 如果你的头雕是带有脖子的 那拔掉这个零件也一样可以装上去使用 另外提提注意到这个素体的小臂和手型之间是有色差的 这一点在其他病人当中可能并不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知道电影当中 托尼是一直是露出半截小臂的状态的 所以小臂和手型之间的色差还是需要去注意到的 这里的我的解决方案是在后面的这一堆备用零件当中 选出一个和它肤色相对较劲的这么一个手型来进行使用 下面一步是试探肩关节的活动范围 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后期去调整头肩比例 先做一个铺垫和试探 素体很多地方都是软胶做的 手感不错 包括屁股 捏起来非常的有弹性 当然它也是有实际用处的 就是再往后踢的时候 不会有太多幅度的一个干涉 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给素体穿衣服 第一步很简单 先要把这样的一个手型全部给拔掉 然后再把脚也给它去拔掉 但是我们这里发现它的脚非常的难拔 这时候的话TC就要给大家去介绍自帝冰人的一个必备工具 那就是这个 吹风机了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用热风 把这只脚给吹软 吹软之后就能够轻松把它给撅下来了 一切准备工作完成之后 我们就开始给素体穿衣服了 好我们这边先停一下 第一件衣服完成之后 我简单说两句 肩部这块的话 我们留到最后再进行个调整 这里TC给大家提醒一下 特别是西装当中的一个衬衫 因为它没有足够的延展性 在做一些抬手的pose的时候 是很容易把衣服从裤子里面给带出来的 所以一定要在裆部这边 把衬衫给粘在素体上面 因为这件衣服也是非常有弹性的 所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不做这一步的处理了 好我们继续飙车 Mr.Arvis, drop my needle 好, stop 我们下面来讲一下最重要的一个头雕部分 因为市面上大部分的素体 适配的都是带有碗型连接器的头雕 而钢铁侠当中附带的托定头雕 往往都是没有碗型连接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拿一个常规头雕对比一下就知道 其实这里面是有个明显的高度差的 如果你不做增高就插到素体里面的话 是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缩脖子的情况的 如果你要去直插一些市面上比较普遍的素体 比如说像MX-02BD-001之类的 那么你就必须要进行一个增高 或者说是进行一个接口的适配 这里我提供两种方案 一种的话是把脖子连接器下面这一小块零件 给它去拿出来 然后使用蓝钉胶或者亚克力胶带与头雕 进行一个固定 或者你可以拿出一个碗型连接器 切掉这个上半部分 把它打磨平之后 也使用蓝钉胶与头雕进行固定 大家记住千万不要用502粘死 用蓝钉胶和亚克力胶带 是我比较推荐的两种材料 当然今天我们的AT-025素体 是不用去进行一个增高 就能进行一个直插的 这是我今天选择这个素体的最主要的原因 但如果你这样操作下去 就会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这个Tony是没有凶的 实在是太平了 和电影当中是完全不相衬的 那这个时候就要利用到我们开头提到的包装中的泡棉了 把它剪裁成图中大小的这样的一个方块 背面则是贴到双面胶 以八字的形状贴在胸上 然后就是一个修剪条形的环节了 调完形之后 我们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现在可能还看不出效果 但是我们穿上衣服一对比就会发现 这和开始的平胸简直是天壤之别 让整个身材也显得更匀称更好看了 那经过简单的肩部调整和打理之后呢 最后的成品就是这个样子的 当然其实我们精益求精的话 还可以做更多的效果的添加 比如说小臂部分的一个毛发的涂装 又或者是给身材稍微加胖一点点 当然如果你追求更好的效果的话 你也可以去选择调试3.0 或者是潜行托尼的那样的一个带有反应炉的素体 那这就是我们后面可以升级的一个目标了 哦对了TC再提醒一句 为了防止头雕脖子和衣服之间发生一个染色 我推荐大家在脖子周围加一层保护膜 其实之前大家别忘了给TC的视频 点赞投币收藏三连 先关注我的频道 关注后续更多的玩具资讯 和一些精彩的资历教程 好我是TC 这里是TC模玩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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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